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加六的 在中间 我既要跟上市公司说 我要帮你买个好价钱 答应他 对着买家 我们还和心不一介 就惨了 到底你买的价值不价 够不够便宜 所以你和一些人来支持你买你的股票 多数是机构投资者 散户零计 机构投资者当然 在策划上很重要 到底上市公司认为 生活中的价格和价格区间才算 价格区间拿出来的时候 对投资者的心理是如何 未必是个人一样 这种真正的巧妙 不是喝茶灌水叫做卖到东西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对着一个做郭子努夫基的公司 大家知道哪间 大家知道哪间 他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 以那个行业来计 问题是他没有什么增长 反横行的 是的 是博彩 他说 赚鸡税那麽多 你怎麽卖 所以有很多行家 头都大麻 其实我那次见到一个主席 那个日本人 我跟他说几句 他明白了什麽事 就是捉住要我帮他卖 另一件事是怎麽解 因为我不是只是 从一个股票角度去看 我跟他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所懂得 当时的基金经理 如果他是用行业来划分 他是有所谓博彩类的股票 他手头上 必然会拿着一大堆风险很高的东西 你明白吗 因为博彩业就是风险很高的 即使有牌照也好 你现金流很强 但风险可以很高的 反过来 你对比这一件博彩 都是博彩来的东西 他是对冲了风险的 也就是说 是呀 他打横又没有增长 近乎 他经常是习惯性消费 是呀 是鸡水那麽多 没有增长 但他一直有回报 有赌场就有得做 所以你想想一下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 我就反过来跟你说 如果我是基金经理 为什么我不买这一只 你买了这只股票之后 我对冲了风险 你没有了下降风险 是 反正全世界没有那麽巨型的股票 让你对冲 所以你只要买了这些股票 你几乎对冲了手头上的高风险 你其他就会变成淨 所以这一样东西就提醒大家 即是做ECM 做销售 跟上次我们的行家也说了 Earnest 很多专门的东西 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明白 也不说吹水 喝茶灌水 可以叫做销售 有明白到底你的投资者 即所谓的顾客的心理 那些就是另一个基金经理 要买你的那些 是 那些大机构 结果就OK 就搞定了 他就搞定了 因为当时是很抱怯的 币行 就是赌博类 不准备的 哈哈哈哈 但是最近呢 我们知道 我们那些 最近是超级大型 可以开名 好像买金服 大到非常 全新的老板有事以来 他虽然需要做说服 听说来说 这些人要买家 自我做一个 也有的 这些传闻是否真的 是真的 我不敢说完全是真的 因为我经常说的 dynamic 那个互动 到底哪边大 所以选择投资者 其实也有的 不是全部同一个 规模去做 正如上市 上市公司 都会选择 例如基石投资者 或者战略投资者 未上市 已经认了数 都会选择 所以 我不是说有钱 就可以做基石投资者 你对上市企业 有什么战略上的贡献 不只是钱 例如科技 市场协同效应 其他东西 不只是保鲁铛 那么简单 而是大家 都会选择 那一刻 他已经选择战略投资者 或选择基石投资者 上市 一起出街 所以 这个所谓 选择投资者的动作 不是只是 马里金服才做 但是 做了有多紧 例如香港首富 李生 但凡有项目出街 我们一样是做祸心的 你两头都是契哥 就是说 我以后要找投资者来见你 但对着李生 又以后说 投资者很想见他 两方面你要商量 但MASA 就有人去主动找他 那问题是 你只会买贵 不会买错的 那些东西 有很多时候 你要看看 到底你卖那个产品 到底是卖给谁 两边的供求是如何 心理呢 你一定要拿到一个平衡 尤其是在香港 在香港里面 我知道 做ECM的朋友 基本上 以前真的一天 三个大洲 去美国、英国、亚洲 周围露演 但是现在 疫情之下 现在是怎样做呢 现在是在网上 网上 其实都是24小时 走不走 各个辛苦 因为以前 我试过打电话 给秘书 问我秘书 我现在在哪里 凌教哥 所以好像你所说 坐飞机 真的比坐巴士多 这个肯定是 现在的情况 其实 你问我 你工作量 其实没有少 你唯一少 就是没有时间 飞机休息 你对着电脑 做网上露演 其实和你做真人露演 的压力一样 那么大 况且你人的控制 没有那么多 老实说 你的空间没有那么多 因为过镜头 对着你 这件事 你不能够闪 你做不到 这些 所以变成了 你那个网上露演 另一个销售挑战 其实科技上 不都处理了 美国其实先走很久 所以变成了 有很多大规模的露演 你不能东岸西岸 在两边同时做 怎么做 你一定在网上做 只不过现在 那个科技再进步 就令大家 再习惯了这件事 这件事 那个压力 比如在销售客 怎样能够处理 是否 iPanker 经常说 24小时工作 人都瘋 怎么做 是季节性的 你不是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就是给你吊吊吊气 的而且是季节性的 所以不是每个月都是这样的 的而且是一个 入得iPank 是预算不睡觉 是很正常的 哇哈哈 超人的身体 你要习惯 所以保持良好的运动 体态 肯定要保持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你一定要跟着市场节奏 是跟市场节奏 其实买卖双方 你走不掉 其实 iPo的季节 现在来香港差不多 应该上了蚂蚁 或者中概股之后 第四季 成为全世界集资最高的地方 其实是长做长有的 长做长有永远都是的 就是 季节性的影响是大了 什么呢 因为上市规矩相当多 例如说 业绩公布时间 上市的招股书 折算的数据时间 全部有限定 是保险期的 所以我们看市场空间 走不掉的 即使疫情影响 你都永远是第二 和第四季聚黄 走不掉的 很简单 所以即使是网上做销售 网上的路线 大家都是看着那段时间 是 否则的话 大家在等待其他上市公司 连续业绩 不得人理你 所以这些季节性很明显 即使转到网上 也不会太大改变 是 大家认透新股 最后第二、第四季 里面是存好钱 通常最美的 不好意思 通常最美的 是会选这些时间出街的 正常的 哇 大家留意一下 很多谢你 说回IPO里面的 那些生态 那我们下一集就讲一下 另一件事 很想知道 做iBanker有什么 如何进行 有什么前规则 下一集我们就讲一下 谢谢大家收睇下一个集边